举牌抗议首尔主已倒周末三万人上街 不满政府推动依改计划 双方分歧持续扩大 无惧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医师们毫不通融继续大罢工 不过周一早宽限期一过 保健福祉部长确定展开强制处分 针对鲁劝不听 善离职守的医师吊销执照三个月起跳 最新医协会四名高层还遭猎馆出境 而底层医师不愿妥协就是因为 因西医院政府喊出医学系 医师先生说法不只认为工时过长超过法定的每周八十小时 不论实习医师还是住院医师薪资 都不如专科医师的三分之一 合约医师罢工情况至今不明朗 不过一旦医协会全体成员同时响应实习和住院医师的大罢工 数万人脱离岗位恐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医疗危机 TVBS新闻听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